作者 第一财经 8月26日 第一财经记者从IBM中国方面学任 IBM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部门 涉及员工数量超过1000人 IBM中国在给第一财经的一份声明中称 IBM会根据需要调整运营 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 这些变化不会影响我们为大中华区客户提供支持的能力 声明还提到 中国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 越来越重视抓住混合云合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 而IBM在中国的本地战略重点 则是利用我们在技术和咨询方面的丰富经验 组建具备相应技能的团队 帮助中国客户共创符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IBM强调 未来将转向服务中国的民营企业 以及部分在中国的跨国企业 但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 金融 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大型国企才是 IBM过去最重要的大客户 中国曾是 IBM在美国本土以外业务架构最完善的市场 此次研发部门的关闭是 IBM在中国40年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IBM早在1934年 就为北京协和医院提供了首台穿孔卡制表机 1984年 IBM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曾称 IBM是华为的老师 一名大型国有企业方面人士曾这样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但凡我们能采购跨国企业软件 我们一定会采购 IBM的软件 因为这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一扇窗户 能让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全球技术发展的动向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 此次研发部门关闭设计的业务线主要有两条 一个是IBM中国开发中心CDL 并一个是IBM中国系统中心CSL 主要负责研发和测试 IBM将为相关员工提供N加三的赔偿 一位IBM中国老员工向第一财经记者感慨道 今天北京一直在下雨 作为在公司服务了几十年的员工 走到今天实在让人感到可惜 不过也有一类人士表示 这一消息并不意外 一位曾经在IBM中国工作近二十年的某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创始人 对记者表示 IBM研发撤出中国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并不意外 我在IBM的二十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起航 经历过辉煌 现在又处于历史的转折期 这些在企业的发展周期中都是正常的 也给行业有所警示 一位曾在多家美国软件行业企业工作过的资深人士 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其实IBM很多年前研发就已经全部在美国进行了 中国这次涉及的只能说是测试人员 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人员 IBM也仍然重申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就在8月22日举行的一场IBM中国企业及AI论坛上 IBM亚太区总经理Hans Dekkers表示 今年是IBM进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继续扎根中国 Dekkers强调 技术将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 IBM的开放技术将使它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IBM中国管理层也强调 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机会 尤其是在于企业及AI领域 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关于在新的全球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形势下 IBM是否会调整中国业务的策略时 陈旭东表示 我们认为在AI领域 IBM在中国和在美国的策略没有什么不同 在谈到本土化时 陈旭东表示 本土化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其中最彻底深入的本土化 是把原代码拿到本土市场进行开发 但这目前看起来不太现实 IBM讨论更多的是 如何将一些特定的产品进行针对性的本土化推广 尽管受到人工智能浪潮的推动 IBM在过去几年中恢复了增长 但扩张仍然低迷 在全球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在取代IBM的部分营销和传播智能岗位 今年1月 IBM宣布将在全球裁员3900人 公司计划大规模提升所有员工的人工智能技能 预计将用人工智能取代近8000个工作岗位